好我們看到像是這個電影像是這個懸疑片一樣 這個從昨天到今天留下了許許多多的這個謎團成為臺灣 投到臺灣尾街頭巷尾大家討論的話題 當然也立刻吸引了模仿節目的注意 這個留著長頭髮的靈性友人成為最新的模仿對象 但是頭靠拉扯二股不會把陳志忠的友人林偉 並大動作陳青竟然還上了模仿節目 陳志忠不召忌誰召忌 因為不召人寄是庸才 你想想看陳志忠 陳志忠他爸是誰是總統 是一般老百姓嗎他是庸才嗎 他不是不是庸才的人就得召寄 想幫陳志忠澄清怎麼好像越描越黑 不過這個山寨版的林偉賓召集了這個轎車 到底是借給了誰整個偉大牆 這車子是我開的 那我開那我要借給我高雄的一個友人 那我高雄的那個友人又把這台車借給 台東的一個友人 那台東的一個友人又借到花蓮的友人 友人又借到羅東 羅東的友人 羅東的友人本來要到小柳頭去的 但是沒有辦法開過去 他就借給台北一個金銅界的小開 我不能說他是誰啦 那我想說一開始 看看九孔模仿的山寨版 跟架槓的林偉賓 還真的是有幾分相似 不過這個山寨版林偉賓 越解釋越模糊 最後就拉個二胡來表明心情吧 啊 一 一 嗯 你打很清楚啊 我還要解釋嗎 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你還就可以啦 好 專選正宗路配語台北採訪報導 谢谢大家